变异过的人都知道 只需将八台伽马射线对准自己 再猛地吸入一大口纳米药剂 超强辐射便能瞬间激活体内细胞 从而导致基因突变 没多久皮肤长出诡异的尖刺 此时大爷惊讶地发现 当手臂触碰铁块的那一刻 净化为同等物质 并完美融合了进去 这一幕恰好被警卫撞减 看着送上门的试验品 他迅速将手按在铁盒上 趁对方一脸懵逼 狱卒也跟地面钢板融为一体 随后 然而如此牛掰的大爷 竟束手就擒被军方抓住 只为能够看儿子最后一眼 恐怕将军还不知道 他正酝酿一个天大的阴谋 时隔两年半 父子二人一见面就热情交流 看着眼前为追求力量 不惜杀弃弃子的父亲 男人发出愤怒的吼叫 不料大爷抓起高压电缆张嘴便咬 刹内间火花四箭 十万伏特瞬间涌入他的身体 很快一个光影越变越大 随着整座城市电量全被耗尽 巨大的电光怪人已然形成 而受到刺激的男人也完成了变身 当一道闪电劈众二人 他们瞬间消失 紧接着云层中不停闪烁白绿脸色 只是过去几秒 一颗光球坠入海中 等男人爬上岸后 发现接触岩石的父亲又变成石头鱼 他立即猛扑过去 一把勒住对方脖子 不料自身力量竟在快速流失 二人一路打进海里 大爷势必要吸干儿子的能量 危急时刻 男人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 父亲为得到强大的力量 准备吸干儿子体内能量 危急时刻 男人决定成全对方 刹内间庞大的能量喷涌而出 进入大爷身体的同时 竟在空中形成一颗巨大的绿球 由于本体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能量 眼看马上就被撑爆 将军立即派出战机 投放一枚干嘛导弹 随着一阵爆炸过后 一场灾难得以暂时化解 然而造成这场危机的大爷 原本只是军方生物学博士 他受命研制提高士兵身体机能的药物 可寻遍地球上所有物种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实验 最终药物一旦注入灵长类动物 实验体就会立即死亡 由于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并且这项研究太过烧钱 军方下令立即停止 然而执着的大爷并不想放弃 甚至偷偷注射最新研制的药剂 好在身体并无不舍 并且在此期间 还让老婆怀上了孩子 八个月后儿子顺利降生 粗心的大爷细心地发现 每当儿子生气时 他的皮肤就会浮现绿色 随着男孩一天天长大 大爷竟拿儿子做起实验 然而只终究包不住火 他私自进行人体实验的事 被军方知晓 很快便不知所踪 二十年后 男孩也成为一名生物学博士 还和将军的女儿交往 巧合的是军方重启药剂研发 二人也在同一所研究院共识 尽管现在的技术比从前提高不少 可研究工作依旧遇到瓶颈 这天同事正在修理伽马医 不料电线短路 竟意外启动机器 眼看无法关闭 为了保护旁边同事 男孩竟直接吸收掉伽马射线 而这次事件也激活他体内细胞 等醒来后 他的身体特征竟完全正常 结果到了晚上 消失多年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 故意说出当年杀害他母亲的事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绿巨人将女友轻轻放进车里 然后独自面对三只变异犬的攻击 他抄起十米长的大树轮圆了就来 殊不知女友被老六偷袭 被他哭斥一下砸飞出去 紧接着扭打进森林深处 双方大战了几百个队 尽管对方数量众多 可也扛不住绿巨人狂暴的力量 没多久便被全部干掉 看见女友吓得瑟瑟发抖 男孩逐渐变回原形 倒在女友的怀中 见识到男孩的不正常 第二天他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哪料对方派人抓走了他 还关进了实验基地 准备研究对方变身的秘密 可囚禁让男孩怒气爆表瞬间变身 直接打破实验仓逃了出来 他在荒漠里飞速狂奔 随后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不料一发炮弹将他掀翻在地 此时又有数百发炮弹升空 为了躲避轰炸 他原地猛然一击大跳 瞬间飞出去几公里 等来到沙漠之中 又遭到坦克军团凶猛的攻击 可惜几吨重的坦克 在他手里如同玩具的感觉 眼看还有坦克赶向他开跑 他气得瞬间上头 领起炮塔疯狂哭斥 接着徒手将炮筒掰成了火 这操作看得士兵一脸懵逼 箭依旧无法阻止对方 将军决定亲自出手 顺便带来了自己的女儿 此时大批军队也将其团团包围 面对女友缓缓走来 男孩的怒气直在不断下降 身体也逐渐恢复到正常大小 不料后来又被她的父亲找到 还差点毁灭掉整座城市 看完这部影片 我明白一个道理 再强的男人在老婆面前都是小绵羊